创世纪三十三章十到十一节 雅各说 不然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 因为我见了你的面 如同见了神的面 并且你容纳我 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 因为神恩待我 使我充足 雅各再三地求他 他才收下了 到这里我们看到了雅各的转变 从前处处算计 现在明白所有一切 如果不是神的帮助 都是徒劳 以前总是想着算计哥哥 现在见到哥哥 使他想起了神 当雅各再次与哥哥以扫见面 想起曾经对哥哥做过的一切 再看看哥哥对他的态度 作为对自己过去不当行为的弥补 他送礼物给姨嫂 盼望兄弟俩可以兵士前贤 从归于好 透过雅各的事件 我们要学会等待神的时间 不要使用自己的小聪明 导致损人不利己 要直接面对矛盾 而不是逃避 把损失降到最低 但是我们要去找一个小聪明 也要在这个小聪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